大家好 本來我今天換好衣服 準備錄這個 《街夜非熱錢財經》 找大飛哥幫幫忙 但很奇怪的事發生了 竟然我在這條 這是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然後我剛才在小鈴鐺 收到這個網頁 按完我看到有人留言 問聽我說比聽你說 糟了 我也不知道怎樣認好 大家朋友或者讀者 可不可以回答我 我其實很想回答他 通常我都會給個讚 大家留言 或者會回答大家 如果大家有些問題 但別人的台 我經常怕得罪別人不好 你知道吧 別人又多人看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又怕他使用了留言 待會說我P圖 所以是不好 整個網頁版先錄起它 所以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 大家留言給一些意見 在這條影片下面 我究竟應不應該 訂閱他的頻道 或者留言 回答他 是否真的 聽他說比聽我說 可能讀者也是這樣想 不過是的 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太過 FF 不過不要緊 我覺得網上有很多個台 其實沒什麼所謂 大家喜歡聽哪個台 都可以 所以沒什麼所謂 證實給大家看 這條影片是真的 這個是Youtube頻道 我開大一點背景聲 免得我一個在這裡說 這些是廣告 跳過Youtube的廣告之後 就是我馬迷世界那條影片 大家認得的音樂 很有趣 我真的想不到會有人 不要緊 朋友有時候會留言 我都在嘉豪哥的Youtube頻道 嘉豪早班車那些 有時候我都留言 其實真的沒所謂 但是 是不是真的 好像他這樣說 這個問題很值得思考 不過不要緊 大家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很簡單 可以看完兩邊頻道 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右下角 訂閱這個 《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這次 是不用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流這個言 我覺得通常 好像新聞那樣說 是會什麼 通常女明星的照片 出來之後會怎樣 我的帳戶被人殺了 大家都記得 所以大家 可能是 西華哥的頻道被殺了 所以才會這樣 我想他應該正常 不會作出一些 攻擊性的 放得太大 不好意思 我覺得他正常 不會出這些攻擊性言論 是不是 我經常都好像 之前說的那個頻道 今天《大騎士日報》那些 星期二賽馬檔案 我說 本事同根生 雙尖河太急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我們快點錄完個 和我隔夜非熱線再討 再跟大家今晚 記得開直播 和Kimi一起做直播 跟大家再玩一下 到時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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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